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长顺2011年通过朋友聚会认识 之后两人一起参加了保护动物的民间团体 相知并相恋 2011年11月28日两人公开恋情 李长顺曾因长相不出色而遭到网友抨击 对此李笑丽在微博上回应 长得难看点又怎么了 虽然长相不被外界看好 但两人爱情比金尖轻得起考验 有韩国媒体以最般配的坦率情侣为主题进行问卷调查 李笑丽和李长顺以76%的得票率排名首位 二人结婚的消息曝光后 他们的爱也感动了无数人 祝福赞真爱很伟大